中央如何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我觉得对香港金融业来说 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 国家发展是最大的支撑 如果说要说支持的话 那就是国家发展就是最大的支持 我们纵观历史来看 任何的国际金融中心 都离不开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 任登是英国国力支撑金融中心 纽约是美国目不裸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 你想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又是第二大市场前面讲的 货物贸易第一大 货物贸易第二大 对外投资现在第三 吸引外资第二 等等这些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国力和实力就是对香港金融业 最大的支撑和支持 当然我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跟国际的金融规则 金融要对接 这样可以使我们既有实力的支撑 又有供给箱 符合国际规则的一些供给箱 会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丰富 97年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香港就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减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 已是当年的十八倍 香港巩固和提升 国际金融中心的底气 我相信也会越来越足 国际金融中心的招牌 会越差越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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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